西沉和我,每晚11点,我和西沉,西沉和我 十四三人谈节目由美国常好房地产公司Longwell Company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听西亚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十四三人谈 我是小元 今天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 他们分别是美国常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许雅光先生 欢迎许总 小元台长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还有一位是知名网络作家顾尹琼博士 他还在登陆的路上 那今天我跟许总就先聊起来 最近其实有一些新闻 有一条可能不是特别 让人吃惊 但是 其实也是个大新闻 就是印度即将替代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然后就是 这个 就是据现在的估计到下个世纪出印度的人口将是中国的两倍 所以那当然我们就是不一定能够活到那个时候 然后那个 印度人口超过中国意味着什么 对中国来说就是 人口红利就没有了对吧 就是可能就或者说减小了 再一个是本身 中国现在报的人口可能比 就是实际的要多 就是有虚报 就是实际的人口 应该是没有14亿 然后甚至有的人说可能13亿都不到 因为今年他才说就是2022年人口是下降的 而且这种情况非常的奇怪 因为中国只有建政之后 就是共产党建政之后 只有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 每年都是下降的 然后说明新冠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我只能这么说 然后他一下降 他就是不会马上上来 就是还有一个下降的趋势 因为这种不是 如果有个下降的趋势的话 几年都下降的话 就这个中国人口就越来越少 这跟当然跟那个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 就是比如说 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 然后就是两家或者四口 然后还有父母 这个两个变成一个 然后这一代过去了 人口就好像断崖式的下降了 当然不一定这么严重 但是这个计划生育政策 对这个中国的人口应该是有很大的影响 那徐总您对这个问题 有没有什么就是多大的见解 我刚刚看到这个星期五 《华尔街日报》 就报道这个预算 就是你刚才 学校才讲你刚才强盗的 印度会在2023年 今年的保育时刻 超过中国人口 成为世界第一大人口 他还给这个曲线图 就是人口 人口学家以估计的趋势图 那么这个是在2023年 印度超过中国人口 而根据这个趋势图 如果这个趋势说的是 有道理的话 如果说的是他 如果他说的比较准确的话 那么就中国人口 实际上从2023年开始 慢慢下走 还是这么 他的图是这么画 慢慢下走 那印度人口一直在上升 大概印度人口到2050年 开始下走 慢慢下走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个 中国人口 数字 这个人口减少 这个可能还是一个 大家都不能忽视的一个事实 这个 根据这个花儿集图 这个引用的这个 人口学家的 这个预测报道认为 到本世纪末 2100年的时候 中国人口应该低于10亿 中国低于10亿 那这个预测 到底走不走向 我们不知道 因为我不是这方面专家 对这方面也没有什么更多的了解 只是只剩 咱们转述一下 贩卖一下 给别人的专家的关联 那么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其实对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呢 我感觉到是很大影响 中国人一直 已经很多年了 至少从我出生年 一直就是讲 中国人口世界第一大国 已经做了 中国人口世界第一大国 人口第一大国 所以打开这个位置 做了大概超过100年 是不是 从清朝 应该是超过两个世纪了 200年 超过两 那就是清朝的目前 超过两个世纪 那现在这个 这个贵官丢掉了 实际上呢 就说 其实你们人口 就是 这是个自然规矩 你看东亚的 东亚这些国家 日本也好 韩国也好 中国台湾也好 他都是 在人口的经济发展 上升阶段的时候 人口会增加 到了经济发展 能复制的 开始稳定 然而在经济再发展 下降 这是一个规律 我相信中国 虽然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 一个尸体 可是也难逃脱 东亚国家 人口发展 变化的规律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事情 最后会对中国的经济 政策 会有什么影响 现在评估 还要等专家来 再看怎么说 反正这是一个很大件事 那这个计划生育 我觉得当初我也不知道 谁做这个决定的 而去执行 还是蛮残酷的 就是有的 有的小孩都快生出来了 就是拖出去 一点隐产 什么这种死因很多的 就是然后 有的人说计划生育期间 就是这种 SARS的婴儿 都有好几个亿 两三个亿 就是说这个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政策 对中国人口 这个人口呢 人口的这个变化 肯定是有影响 但是我说我个人感觉 是完全是 非专家的一个 我认为就算计划生育 所以中国的人体总数降下来 但是呢 它也难逃到这个人口发展规律 到了一定高度以后 它就是外下走 那你可能不在14亿 你可能是16亿人口 因为这个外下走 这个趋势改变过来 那么中国政府 最近这些年 意识到人口 人口数量下降的 这个问题的联动性 它开放了 这个人口顺利 现在开放可以成三天 是吧 可是现在中国的年轻人 这个在育林的年 这个年纪的人呢 我也是孩子 所以这政策 几乎没有起到 它应该起到 那么这个政策 之所以不许多 我就觉得是跟 你可以看看日本的发展 看看韩国发展 看看台湾发展 你就知道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 很多的年轻人 就不愿意 你就是放开鼓励它 也不愿意胜 这就是这么个情况 所以呢 这个 就是说中国人口 现在数量下降 这个趋势 我个人认为 应该说是跟计划 生育政策有关 但是可能关系不很大 就是你到了一个政策 你不是在 如果没有计划生育 那中国人口 可能在16亿时候下降 有计划生育 中国人口呢 有计划生育 只有14亿人口 大家就是 不然它总的趋势是该的 只能这么 只能就是怎么样 要想办法 就是应 适应这种情况 适应这种情况 对 现在不愿意生 就是 生活成本高 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 以前 可能文革的时候 大家都 多穷 但是 大家还能生 又能够生个五六个 都很多 现在 现在生活 条件应该好多了 但是 大家都不愿意生 可能成本很高 每三个孩子要花很多钱 对吧 对 生一个孩子 洋育孩子 富裕长大 这个是 对中国 大多数的育龄 夫妇来说 可能是一个不可承受之种 一个孩子 已经让他们就很挣扎了 这个 这个 如果再有两个孩子 三个孩子大 这个 这个 这个有些时候 他碰到的问题 难以想象 难以想象 我觉得 这样的情况 真的也没什么办法 真的没什么办法 只能就说 你鼓励也没有 中国政府鼓励也没有 你给他什么 经济上那些刺 也没有用 这个事情就说 他现在就是社会发展 到了这阶段 就是规律 你能承认这个规律 没有别的办法 就像二财长 你刚才讲的 在三十年前 四十年前 五十年前 文革期间 或者文革后期 计划生育开始 政策开始之前 那时候那些人 生的孩子 生的很多 因为什么那时候 这个孩子抚养 一个孩子成长 但他的成本比较低 几乎父母 不用负担太多事情 就放养 散养 这种放养散养 这种育婴的方法 带孩子的方法 现在肯定是不被 这一代的 这一代 年轻的家长接受 所以这种事情 怪想不可能有 所以他就不可能 说社会的孩子 明白 应该说是 如果是一个农业社会 你看 你看哈 这个就是没有发展起来的 经济没有发展起来的 这种社会 这个国家 应该说是 对这个孩子的 生孩子的 这个养育的 这个 期望之不一 所以他可以 比较低生的 生孩子 你看非洲 生孩子生的 非洲人家庭生的孩子 这个 但是呢 养育能够成年 能够真正将来 能够起到 能够变成这个 能够进行工作的 这样的人 能够做工作这样的人 还是很少 顾博士呢 你觉得那个 印度人马上就要超过中国人了 就是 印度成为世界 第一人口大国了 这个 以后 是不是 这个世界工厂以后 就要 多多多多多 都跑到印度去了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 并不太大 因为我们看到 现在 连中国也有这个问题 就是大量的 这个资本家 开始用这个人工 就是用这个机器人啊 包括富士康 富士康这次 在河南 就撤掉了很多 他原来有的 需要的那些人 原因就是很多东西都自动化了 而不是搬到什么印度越南了 所以说我觉得 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考虑的 是这个 很多东西都会机械化 自动化 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印度这个 应该不会有 太世界工厂这种事情发生 但是我觉得 中国那边有可能倒是 不需要那么多人了 但是惹出来很多麻烦 因为国内的话 这个没有印度的这种 这种宗教信仰 大家比如说可以 这个忍受这种 比如说贫穷的生活啊 但是国内的那个 整个思想已经被这种小视频啊 被这种东西都已经变掉了 所以说这世界工厂 很有可能最后全都是用机器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就是人已经没有用了 就跟现在打仗一样的 你看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打仗 最后全是无人机了 你人人越多越麻烦 所以说这个东西还是看 我们这个机械化进展的程度 我同意博士的说法 就是说现在呢 看人口 咱们讲说人口公立 不是看人口数量 要看人口的质量 就是你你不管怎么样的 这个要看人的 就是人是不是人才吧 如果如果这个都是些普通的人 不是人才 那么就是说数量再多 应付也是有限的 要怎么从中有限的 打仗 就跟他说战争已经不是 二战时期 中国的解放战争 中国内战的时期 靠人海战争 这个已经是不行 肯定是不行 这个所以呢 人多也不见得好办事 以前从我老说的话 人多力量大 人多好办事 这个说法现在可能越来越长 我同意刚才肯博士讲 现在呢 你看看这个 新科技的发展 有时候对人的生活 带来不可预见的 这个变化 挑战 比方我们现在说 CHAT GPT CHAT GPT 如果是用有 广泛应用的话 会减 会减少很多的工作 岗位 比方说秘书 比方说你以前 这个 这个 以前呢 以前很多工作 已经被电脑的发展 取代过了 我记得以前 我不干工作的时候 有很多单位 很多部门 很多公司都有打字员 打字的 现在人人都打字 不需要打字员 打字员这个位置 你确定不 那么你有些 现在有些 这个秘书 有些人工属 专门帮你 帮你写些文件 这样子 现在如果GPT CHAT GPT 广泛应用的话 那这些人 所以这工作版本 也会大量进行 整个现在这个 社会形态 就业的这个结构 都会有很大的改变 就是因为新科技 所以人口数量低 并不见得太大 但是这个市场 也就小了 对不对 那以前人口 人口多么就是市场大 就是 国际上也会看重一点 然后中国如果 实际人口比 那个爆出来的人口 少很多的话 比如说 现在中国 这个人口统计局 他说有14亿人 那实际上可能只有12亿 然后过几年 因为上一辈 多生子女的父母 在去世啊 或者什么的 就是两个生一个 或者四个生一个 这样子的话 就这一辈一辈 这个老一辈的过世了 就是剩下的人就少了 就是这样子就 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 就是说 你至少都维持的吧 就是说 两个 一对夫妇 然后两个 生出来两个 那么你这个 你这个人口数量 还能维持 那两个生出来 一个不就减掉一半了吗 对不对 那这一辈多生子女 他们的子女 还是多生子女的话 就四个变一个 四个变一个了 就要经购两代了 你就四个变一个 那10亿就要变成 两亿五了 这个是很自然的算法 这就是 这完全是国家政策造成的 就不是 那你如果 全世界都一样 就是我生都是孩子 我不给你限制 那这个的话 可能 那有刚刚那个 那个 徐总理说 可能 经济发展了一段时间 然后呢 人家有生活压力 有一个自然规律 可能就不愿意生 但是 也有人愿意生 对吧 但是你这个国家政策 人为的造成了这个人口 到一定的时期就断崖式的 就是下降了 因为80年代初 可能说80年代初 这些人当作为父母的 比如说那个时候30岁 那生孩子只能生一个 那么 那个时候的30岁 到现在已经 70岁了 那有的人就过世了 那么他们那时候 两个人 你只生了一个 他的后代 只有一个了 对不对 这个 这个因素是不能 不能够忽视的 对吧 对 还有一个 这次 我不是上个月回国玩 待了大概一个多月 对吧 一个月 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因为高房价 他把那个六个钱包 其实都掏空了 掏空了之后 现在人口老龄化 人很多 对不对 年轻人又不愿意去工作 或者说 也没有那么多就业机会 然后现在我回国的时候 发现大家能够想到的 赚额外的钱的方式 就是开滴滴送外卖 这个 连那个 我们之前以为的 能赚钱的这个抖音直播 直播带货还有 直播带货不是什么还有 对 基本上实际上是 就是整个转化率 流量 都很低了 就是说 就是现在就是 大和没有 小和也哭了 就是说 现在就是老百姓的问题 就是说 老龄化了之后 年轻人不工作 然后六个钱包 你看那个新闻没有 就是基本上 有六亿人 还是七亿人 是属于一种负债的阶段 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 比较可怕的事情 他说的这个负债 是六亿到七亿人 这是成年人 比如说你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老人或者小孩 他不能八十岁以上这种老人 或者比如说那个十八岁以下小孩 不算没算进去的话 这就这种90%的人都负债了 对不对 对 就实际上现在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新冠之前 就是中国国民的那个信心啊 非常高涨 就是认为明年会比今年好 今年会比去年好 对不对 一年前赚的会比一年的多 我们的经济总量会越来越大 发展速度会在8% 6% 5%这个节奏上一直保持下去 但实际上这几年的话 大家信心就降下来了 我的同学啊 我见到的人啊 大部分的人 已经不像三年五年前那么有信心了 然后不太会觉得还有那么多 你到哪里还能找到一个什么发财的机会啊 而且很多以前有钱的人 不是他都是靠关系 能够银行贷款啊 利滚利啊出来的 现在也出现这个问题了 他们套不出来那么多钱 然后就导致很多人负债 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啊 因为整个经济总量 那个统计局说是还是3% 5% 但实际上大家感觉不到 4.5% 绝对没有的 就是哪有4.5% 对实际上是大家感觉 因为这个钱流动不起来了嘛 干涸了 大家中国人最大的爱好也就是吃嘛 对吧 把这个吃上面 大家花的钱也少了 我们可以看见另外一个大的发销 这个苹果手机在美国也卖不动了 中国也卖不动了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不知道 因为像我这个苹果手机 比如说苹果6还能用 然后苹果8 苹果11都能用 现在再去买个14啊 什么干嘛呢 国内国内14卖不出去 你现在到苹果店里直接可以拿 然后14上个月又降了一次价 最便宜的14好像在5000多人民币吧 他说有广告时间 嗯 好 那我们进一下广告 Hey Carol 你知道今年华州的最低工资上涨了吗 真的吗 我不知道耶 是的 从今年1月起 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 现在是每小时15.74美元 包括农业工作 另外在西雅图等一些城市 最低工资甚至更高 如果你想了解有关最低工资 或如何提出工资诉讼的更多信息 很容易 打电话 1-866-219-7321 联系东老公和工业部就可以 谢谢Rosa 我现在就拨打 1-866-219-7321 西雅图中文电台想提醒您 为自己的健康腾出时间 这样您就可以花更多时间 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 更新版的COVID疫苗可恢复 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弱的保护作用 包括针对严重疾病 住院治疗 和COVID最严重影响的保护作用 如果您上次接种COVID疫苗或加强剂 是在2022年9月之前 那么是时候接种更新版疫苗了 请到vaccines.gov查找更新的COVID疫苗 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 此广告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 今天我们的嘉宾是 美国藏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 还有知名网络作家顾尹琼博士 刚刚我们讨论的是印度的人口即将超过中国的人口 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那其实前段时间在推特上面 还有国内的社交媒体上挺火的一件事情 就是达赖青文小男孩 就是然后达赖这个词 其实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已经被禁了几十年了 然后突然又火了 就是上了热搜好像前五名说达赖青文小男孩有多恶心 那这个其实我觉得有一些误解就是达赖可能只是作为一个就是友好的姿态 或者说比较爱这个云云众生 对崇拜他的小男孩都有一些轻易的动作 但并不是说会有一些性的暗示或者什么 我觉得这是错误的解读 就是有很多都是包括教宗啊什么的 就是这个善男性女如果去亲近他的话 他都会去老抱他们亲吻他们 所以这个这个所以呢 我觉得国内特别是国内的网民 就是把他抬上热搜 然后呢有一些网络暴力 就是把达赖书策这么不堪 我觉得这个有点就是反应过度 不知道徐总你有没有关注到这个新闻 我看了这个消息没有相信 我只感觉就我是读到的新闻 达赖对这个事情比较是歉意 他比较是歉意表示就引起这么多的最负面反应 对他的信徒造成一些困扰 那是歉意 反正对这个事情本应他并没有说 我不认为达赖这个人是性侵害的 因为这么多年来没有听说达赖有任何这种事情 对吧他如果有他他现在达赖应该是 如果名其说的一个八十多岁 那这个如果人这个有些很特殊的性癖好 那个在三四十岁四五岁就搞得比较明显 那现在八十多岁的他他会干什么事 我这种说法如果把他把他因为这件事情 把他联想到他是一个性怪癖的 这是一个过渡性 那么达赖对于人 那其实现在已经是在人生的比较晚的阶段 我觉得他对世界上影响力 对中国的影响力就得日间衰退 日间减少 所以这时候你拿他这说是不是什么 我只感觉美国的新闻媒体 主流媒报道的效果 这个事情就是发本新闻 那你还能怎么样 那中国的一些网民 只要是外面有什么不好的事 只要是就是说他们看待问题 不会客观的中立分析师 他们只要觉得我不喜欢这个人是 被官方描述为是中国的敌人 那他出任何的坏的事情 都要往上去说 说的越多越好 说的越不堪越好 其实这是本身他自己 他自己的他有他的特性 那这个性质就是那个事情 没什么太大了解 我觉得这也是过一会儿 这一星期不会过去 热搜上一星期不会过去 所以他不是什么大事 顾博士呢 以前那个达赖好像对Lady Gaga 也摸过Lady Gaga的腿 然后还有之前那个老布什还忘了吗 也有写过一次八卦新闻 他摸那个女秘书的腿 你是说老布什摸女秘书的腿是吧 对然后那个达赖喇嘛也曾经摸过Lady Gaga的腿 那个被人家视频还又被人家翻出来了 弄得很难受 就是他的手就伸过去 然后Lady Gaga把他推走了 把他手推开了 对他弄了两次嘛 然后把Lady Gaga搞了 其实现在是处于一个很关键的阶段 就是达拉喇嘛到时候要认证那个 这个我们叫做什么灵童转世了嘛 灵童转世传人 他上次已经认证了一个活佛的灵童 对然后现在的话 嗯 他可能岁数大了 也要到了这个 如果他们去了的话 这个灵童到底是 喂 听得到 你讲 喂 听得到 可以你讲 对对对 我就是说 我说现在就是处一个 对我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 就是说 放区的话 还是有很多人信这个 班禅跟活佛 和达赖的 现在就是说 他们的转世啊 到底怎么弄 现在放到一个关键的节点上来 在这个关键节点上面 可能 会影响到一些什么东西 尤其是国内现在经济又下行了 对不对 是不太希望会有这种信仰上 然后再造成什么民族矛盾啊 什么之类的产生 这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 他如果 他如果说就是达赖 这个 达赖入元寂 他叫元寂 如果元寂 如果元寂以后 那指的 指这个灵童 他自己指的灵童是不行的 这个 这个以前 就是这是一个传统观 从来都是 由当地的 就是西藏当地的 这些 这些资深的这些圣人来 这个 这个 资深的 这个圣人来 来走出这个事 然后要得到中央中国中央政府的批准 他才觉得是才可行 所以这个事情 已经 其实已经弄了很大时间 达赖一直想和我自己指定 生前指定 或者用他在 印度流亡的那些高僧来指定 但是恐怕这不太合传统 你弄了一个东西以后呢 西藏 西藏境内的藏族 或者全世界各地藏族 可能有很多不认的事 所以这事比较麻烦 这个 当年西藏 那个达赖 班禅去世的时候 这个达赖也指定 中国 北京政府也指定 就是现在这个 这个 班禅的 这个 这个 现在班禅活动 那那个达赖指定 那个人现在没有影响 他就是影响 你可以说是中国政府大学 也可以说 因为人们心目当中 就这个事呢 已经好 好多年了 也有传统 大概有几百年 从清朝末期 清朝开始就是这样 你们可以在一个 有名望的 或者说 去世以后 你可以由当地的高僧 指定 选出一个人 然后还要找出了金通 指签什么东西 搞了一下审讯 但最后呢 要得到北京政府的认可 谁做北京 谁做北京 做的金兰电 谁来认可的事 反正就这么个事 然后呢 你再回头去 做你 再做你的这个 去干你的事情 去 所以呢 现在顾国生 你刚才讲的事情 我认为达赖可以说 他自己可以指定 但是恐怕 没什么担心 而且达赖现在活得挺好 大概三两年之内 也不会有大问题 我个人认为 不太 不太同意 不认为他现在说 特别 特别的一个 一个关键时刻 他就是这样 他也没有马上要死 没有任何迹象 看他身体不行 马上就要完 也不是这样 但是他年纪大了 对 就是这个肯定是达不成一致的 就是达赖毕竟流亡在外 而去 他指定的肯定 共产党政府是不会接受的 然后国内这个政府指定的 达赖也不会认可的 所以呢 就是关键是国际上认可谁 对吧 就是你 他在印度那边 相当于有个流亡政府 然后他也有很多的信徒 然后全球也有很多的信徒 那他如果指定一个 就是说起来 在印度这边 他指定了一个 那么肯定国际上也会有那个认同的 那跟国内的就分开了 就是说 就国内几个领统 可能国际上不会认同 那这个 我想谭德伦的可能性比较小 他那个 就是这个咱们讲 二三十年前 这个班长去世 达赖毕竟流亡 说这个是班长转世国附 中国那边 在西藏那边也搞 现在这个班长 是用内操手续 传统手续的 打来指定这个 就没用 藏族人也不承认 哪里 现在到海外这么多年 我也没听过 任何西藏人承认 打来指定 那个班长 说那个人是班长 现在中国国内的西藏 那个班长 是假的 没有 没有认同 所以他指定没有认同 就是从这个例子讲 这件事情 他打来自己指定 指定别人 是没有用 他指定他自己 那更没有 你活的时候不能指定 肯定是不能由你死 一定是你死了以后 由一个程序 这程序我们现在 我现在说不清楚 到底这个程序是怎么样 但是一定是在西藏 在这个 在这个 这个布达拉宫那边 那些和尚 那些那些生人 他们又要 从来弄个事 肯定不是你活的时候 不能指定 就像你班长 你活的时候 你不能指定 跟你的技术人一样 你达来 你也不能指定 你在下一个转身 这也不可以 所以 所以我说的这件事情呢 他们最终 这个在能引起 很大争议的时候 我觉得肯定不大 你就是你不喜欢 最后也是中央政府 中国中央政府直流这个 再怎么样 他就 他这个人 会受到大多数信仇的 这个抢入 没有办法 嗯 这个顾博士 也没什么补充 现在的话 应该说 还是要看 整个大环境的影响 如果整个经济 国内经济 还是继续这样 往下滑的话 达拉估计又可以 赢回他的黄金时代 因为在过去 2030年里面 经济一直是往上行的 对不对 那藏人过的生活 可能就不太会怀念达拉 现在 整个往下走的时候 那 可能这些人就会怀念他 但是现在都不知道 因为 我看新闻 又感觉习大大 可能又犹豫了 又不想打台湾了 所以说 可能达拉这一生 回去的希望又没了 这个是关键点 顾博士 你刚才讲 你前一段时间 回到中国去了 去中国 然后呢 你刚才讲的一些事情 能不能听 你再展开点 跟我讲 你在国内有些什么建议 其实你在中国国内 现在看到的情况 和你在海外看到 独当的媒体上的报道 是不是 一致 一致不一致 有什么地方不一致 有什么地方一致 这个我倒觉得挺有意思 因为你有第一手 对对对 待会儿你 那个站长现在能谈吗 可以你讲 就是我 其实我还关心 就是你在 你在海外的言论 都逛过 然后 整体来说 对比如说 现在经济活力 我们一直说最大的两个 一个就是 深圳嘛 深圳广州 连在一起的 珠三角 对不对 还一个就是上海这边的 这个我们称为 长江三角 但主要也是看上海嘛 上海的话 现在就是处于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刚刚讲的 大部分人想赚钱 跑到上海去赚钱 对不对 一月份我们记得 还是那时候 新冠狂流行的时候 大家都躲在家里 对吧 那时候说工人很缺 工资很高 对不对 这个新闻是这样的 的确也是真的 在那个时候 但是到了二月份 突然就涨下来 因为年过完了 人都跑到上海来 找工作来了 结果发现 没有那么多工作 然后现在 大家都是开滴滴车 为什么呢 因为开滴滴车的 现在的那个 入门的那个 要求非常低 你有驾照 对不对 然后你去那个租车公司 交押金一万 就是你交给公司一万 然后再签 至少三个月的合同 他就给你一辆车 你就可以去开了 因为现在的车很便宜 刚刚因为那个 国内推了一个新政策 导致那个油车又降价了 从20万降到了 大概11 12万左右 不是他那个电动车 也在恶心的 就是进驾嘛 就是都在 对 现在搞的就是说 如果我打开那个 滴滴的那个APP 对不对 你可以看见周围 就有很多车 就等着 等着 等着 等着这个生意啊 这个 其实这个大家能够想象的 要么就是送外卖 这个那妈的 这个整个大街上都是 那种开小摩托的那种 但是他们不是开车 你知道国内送外卖 大部分都开那种电瓶车嘛 这个四处横冲直撞 不管是北京 北京稍微好一点 北京大一点 像上海啊 这个成都啊 这个 这个广州深圳啊 这都是电瓶车 四处狂跑 就是大家都忙着送外卖 然后你在跟老百姓谈的话 老百姓已经没有了 比如说 2019年 18年回去的时候 大家都很happy 都 都 都觉得这个 世界第一 指日可待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吧 已经没有 没有人是这么认为了 主要底层的老百姓们 他已经不这么认为了 然后 这个大部分的人 这个经济神啊 就是说 也不像2018 19年那个时候 因为我那时候也 经常回国嘛 就听他们吹嘛 我们 你也知道 中国人喜欢饭桌上吹吹 多牛逼 说做多少多少的生意嘛 对不对 以前都听了多牛逼 要吹什么千万级生意啊 什么什么亿级生意啊 现在就大家就感觉得出来 大家就现实很多了 但那个对外宣传的工具 还是一样的 刚刚这个董事长问 这个是不是讲的 那个宣传工具 还非常努力的在工作 但是很明显 这个老百姓里面的 真正能相信 那个明年会赚的比 今年多的人 已经少了很多 而且年轻人 尤其是这个9500后啊 这个越来越多的人 其实都不怎么干活了 也不愿意出去干活了 因为那个工资 实在是非常低 而且 你想想出去的竞争也很激烈 在上海的话 很多你知道房东 会把那个一个一个 比如说我们到叫做公寓的 分成那种什么 四个卧室啊 五个卧室那种 在很多片子地方 稍微你住的话呀 就能洗澡 能睡觉的地方 大概就八百 一千 那些出租车 司机大门都住在那里 然后一个月的话 他们能够 他们要拼死拼活的开 大概开到八千一万 就是能赚到八千一万 他们就很开心了 一万的话都很难度很大 而且现在 跑到那里很多开车的 开出租啊 开什么的车的 比如说在上海的 就有好多什么 东北的跑过去开 河北的跑过去开 以前从来没听说过的地方 都跑过去开 也没有那种年轻人什么 弄好多滴滴啊 什么之类的 想手机程序啊 想多赚钱啊 什么之类的 现在看 对 现在看来老百姓 还是现实很多 现实多了 答案你要请教一个问题 你说说 你跟你 根据2018年19年 的过去情况相比 现在的饭馆 是饭的一波 现在你看这个高级馆子里的 实际上人要少一点点了 因为我去的馆子的话 我从这种苍蝇小馆啊 到那个比较高级的馆子 其实我都去的 然后高级的馆子里面 其实现在不是通货屏障 有一种叫通货景苏啊 就是你可以看到 装潢的非常漂亮 这要在1819年的时候 都应该要的 比如说我们三个人去吃 花费应该是在500 600700这个档次上 对不对 但是现在的话 有可能它199 都给你上好多果盘啊 各种各样的这种小吃啊 但是你反而会感觉到 有点害怕 太便宜了你知道吧 因为因为这个这个 大家都不知道该干什么 你知道就没有那么多花样 它不像美国 比如说你卖个房 里面有这个东西 那个东西 大家都分一点钱 对吧 现在大家能够想象到的 能赚钱的这个东西太少了 然后大家只能集中到 这种行业里面去 对吧 只能集中到吃喝 玩的话 也没有那么多 所谓的那个玩 可能就凑凑早啊 什么之类的 这种洗浴啊 什么之类的 洗浴的人也少了很多 有些价格上去了 但是能够得到的反而少 所以说这里面 其实是一个 严格说来 是一个很矛盾的地方 就是说好像 我们说经济在恢复 对不对 但是你真正跑过去 发现 它的生意也没有 比之前好很多 而且很多地方 它也在搞什么降价 然后各种这样的 东西来促销 我觉得是很难变大了 因为大家都没钱 重要的是 现在大家都没钱 而且没有信心了 像美国的话 是因为大家就觉得 我们这个生活哲学 就是你要爽到现在 对不对 将来反正你也不指望 孩子什么来养你 什么之类的 国内的话那就不一样了 他很多花在房子上 什么之类的 而且年轻人 他也没有那种 男男女女之间 他们也没有那么多 像我们之前 想谈个恋爱 吃个饭玩 那种事情 就是说 就是这种 也是促进消费的一种方式 年轻人促进消费的一种方式 这种也是少了很多 所以说 我们进一下广告 广告之后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或者微信平台上 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 或者其他活动 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 是由非盈利组织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 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 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PayPal账号是 scbaseattle at 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 感谢您的支持 2023年2月起 华盛顿州将向工薪人士 开启新的退税计划 向符合资格的个人和家庭 提供最高1200美元的退税款 付款金额主要基于收入 和符合条件的儿童人数 详情请联系 西雅图中文电台 电子邮件 crsradio at gmail.com 或者访问 workingfomiliescredit.wa.gov 了解更多详情 时事三人谈节目 由美国常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 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 今天我们的嘉宾 是知名网络作家 顾影琼博士 还有美国常好房地产公司 董事长许雅光先生 许总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赞助商 我们刚刚从那个 印度人口很可能 就是超越今年 预计超越中国 成为第一人口大国 然后又谈到 达赖喇嘛的一个 有争议的一个动作 然后就是中国网民 就对他有一些 就是网络暴力 然后我们又谈到 顾博士回国的一些观感 那就是最近 有围绕中国的新闻 也挺多的 就是一个是蔡英文访问了 就是在美国过境之后 跟美国的众议院的议长 麦卡锡会面之后 中国就有三天的绕台 军演 三天其实结束了 然后美国的那个航空母舰 在那个公海开了一圈 这是 那实际上 就是中国这个军演 是引起了 世人对台湾问题的注意 然后因为有很多人对台湾 也对那个历史 不是很了解 然后今天 美国的一些电台 也在讨论这个事情 就是说 以前就是 叫这个中国 叫中华民国 对吧 然后49年的时候 因为内战的原因 就是这个中华民国 这个政府 把几百万人 从军队啊 老百姓啊 甚至故宫的国宝啊 黄金储备啊 都运到了台湾 是想要反攻 实际上是要反攻大陆的 那么后来 就是后来 因为 可能因为朝鲜战争的原因 就是 叫美国就一直没有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在联合国呢 代表 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 还是台湾的中华民国 那么一直到1971年 就是联合国 改了 实际上是一个 尼克松的一个动作 对吧 尼克松 他反正不知道怎么想的 就是他觉得 我的破冰之旅 然后先派了基辛格 去见了周恩来个毛泽东 后来呢 他自己也访问了中国 那么尼克松自己 自己没见到 对吧 他是开拓 做了开拓的工作 然后 他因为被那个 水门事件的原因 他就辞职下台了 那他的 他的副总统 就是福特总统 就是 继任总统之后 到1979年的时候 就中美建交了 所以呢 尼克松做了很多的 货兵的工作 然后呢 中美建交之后 就是 只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是代表中国的 唯一合法政府 但是呢 美国的这个公报里面 只是说 美国 任知道中国 认为台湾是中国 中国的一部分 他并没有说 我 我也同意 你说中国是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是 他在那个 有一个对台关系法 还说了 就是如果 中国大陆 跟台湾之间的矛盾 他就是 不管同 还是独 就是不能和平解决的话 美国要 就是保护台湾的 就是提供武器 甚至要保护台湾 那么今年 就是拜登上台之后 有四次公开场合都说 如果 就是 中国如果武力进攻台湾的话 美国会出兵的 就是 已经这样 以前是战略母虎 现在是战略清晰 所以呢 现在 我觉得 美国人他做这个事情 就是 讲的还是蛮 这个思乱是讲的蛮清晰 历史上是这么回事 然后呢 具体呢 现在实际上 中美之间是在脱钩 因为 脱钩可能是从特朗普开始的 但是 很奇怪的 很矛盾的地方 就是 特朗普竞选的时候 他要表现出 自己对中国多么强硬 他之前还出了一本书 就是 他要 主要意思就是要对中国强硬 那他上台之后就 就就比较矛盾的地方就是 习近平就扶他 然后在在特朗普里面 就是非常 把他在故宫里面招待他 或者什么 然后这个 但是特朗普一转头一回去 又 又呢 就是 又那个 又 又搞了贸易战 对吧 搞了贸易战之后 这个 拜登上台之后 就是实际上比特朗普做的更 对 对中国 就做的更加厉害 所以呢 就是说 就脱钩 就进一步的再进行下去 所以呢 这个 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拉一下停一下 或者什么东西 就是说 现在的趋势就是很难 我觉得这个中美脱钩是这个好像挡不住 就是现在不管是高科技啊 很多就是很多 举个例子就是中国的717这个C7 919对吧 919这个那个飞机大飞机都飞不上天了 因为大部分领部件是美国的 然后如果美国制裁 你这飞机就飞不上去了 就是这个本来还说 有我们国产飞机终于上天了 实际上就是中呃 美国一卡脖子呢 就基本上都没写 就是小小太长 你刚才分析的 就是中美中国啊 美国承认中美国 呃 你台湾的你要与中国 我解决这个过程 他基本都是很清晰的 这个说的一分的清晰 其实呢 就是说当初美国政府 他用这个词儿叫认知 就是acknowledge acknowledge这个词呢 就是中国人的词汇 没有这词 很少有词 acknowledge和承认是两个词 对对对 也是两个词 他只是我知道你有这个想法 但是我不同意 我并没有同意 我并没有同意 完全没有同意的意思 acknowledge这个词 在我们在美国做商业谈判 那又非常 就是大家 他判断你两个立场 我两个立场 你的立场我知道 我就acknowledge 我要同意你的 就是i agree 我同意你的立场 就叫i agree i have not acknowledge 就是我知道你的立场 但是我完全没有同意的意思 也完全没有 我否定的意思 也什么也没有 就是我不知道你的立场 这件事情呢 就是说 中国人的解决呢 就把 中美建交公报 被谈判当中 这么一个观点 就认为是 美国承认 这个中美国 是中国的唯一 唯一代表的唯一 台湾是中国的 是美国人 我一直承认 实际上这里有很大的问题 很大的 很大的 旗舰 这个中国比较 比较准确 有很大的旗舰 就是中国人 中国政府对这个事情 对这个美国的 这个立场的看法 说美国政府 对这个 这个美国 政府当时的立场的看法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就出了很多问题 其实东美之间 中美这个关系 恶化到现在 双方互相不理解 双方各说各的话 这个起了很大作用 这方面我觉得中国政府责任 更大一些 中国政府责任更大一些 所以这个脱钩呢 这个这个事情呢 恐怕也没有时间没有办 一直就这么做下去 到底能脱到什么程度 脱长时间能脱完 脱到一个 就是大家都满意 就脱到一个美国 美国 美国这个政府 美国经营人士 比较满意的 需要脱长时间 但是这趋势 已经是很明显 就这么做 嗯 其实顾不是要补充吗 对我可能就补充一点 我其实比较害怕 就是说如果美国的情报正确的话 2025或者2026 2027 要打什么 要打台湾的话 我主要是担心我们 因为我们这边现在 网络技术啊 什么之类的 我害怕的是小粉红太多 因为他说互相传递情报 传一传弄一弄 到时候我跟台长 你就只能在集中营里见面 那我还有可以跟 大家做饭的特长 我不知道你要不要 不不不 你为什么 除非你 你拿了共产党钱 不然的话 你何必要进那个集中营呢 对不对 不不 我们是为美 我们是遵守美国的法律 因为到时候分不清啊 我从我现在的观察来看 对不对 虽然说很多小粉红 也在慢慢的改变 当他踏上社会之后 体会到这个 但是有一些二十出头的 他真的是到了美国这边 读书啊 什么之类的 还是非常 你看我之前做节目 不就说了吗 有几个刚到华大 才三天的人 就举着红旗 在那个华大的那个广场上 成立了什么红色 这个这个这个 娘子军 不是红色 不是不不 红色这个 从同学会啊 什么之类的 哇 红色学生会啊 什么之类的 那这个真的是控制不住 因为到时候 无法identify的话 在特殊时刻 只有先关起来 然后再identify 对不对 再去识别啊 所以这是我比较担心的 这个 因为之前的话 因为美国资本主义嘛 资本主义不是说要杀人嘛 资本主义是说 大家都是钱的奴隶 大家都要不断的创造 赚更多的钱 让钱流动起来 对吧 然后大陆能够提供这个 你就像我们刚刚讨论的 世界工厂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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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处给美国 给欧洲或者给世界 对不对 那么现在这个好处 真的慢慢脱工 慢慢没有 可能到时候 也不是说搬去 就像我说的 也不是搬去印度 全部都机器人做了 将来打仗都无人机了 对不对 那那时候脱钩就彻底成功了 那有可能真的是 把习大袋惹毛了 说妈的 索性大家全歇菜 这个原子弹乱人 所有武器乱人 那那 这个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管制的 你知道吗 这个我们现在就说 我看有些小粉红就说的啊 如果中美之间一旦发生的 在美的华人都要遭殃 都会像二战时期的日本 日裔美国人一样会进入集中营 我觉得这肯定几乎是为例 二十四大战的时候 日裔美国人被关进集中营 是有一个特殊原因的 起因的就是在这个呃 在夏威夷的旁边 一个什么岛上 增作港 增作港 对 日本袭击增作馆 就袭击增作馆的时候 有他的飞机 落到旁边一个什么岛上的人 那个岛上有日裔居民 日裔美国人 日裔美国人 帮助救援日本的飞行员 掩护他们 就是这些人 啊 属于那些人参 这个参与这些人的日裔美国人 就是美国公民 他们直接帮助帝国军队 所以这件事引起很大的震惊 美国朝铁对对这些 日裔美国公民 才是很大的关系 你要你要说啊 如果中美开战 这个很多就是 就出生在中国的美 美国公民 估计也要帮帮中国政府干干活啊 不管是间谍 救人啊 我就想说的是 现在跟八十年前有很大的 八十年前的是美国人民 这个美国人民的 觉悟 没有像现在 美国人现在 应该分清 就是你是一个个人的行为 和你一个族群的 一个族群的行为 是不一样的 对吧 你你比方说 如果说 现在再发生 也是中国东西 再有战争 就是现在就是趋势不是很好 因为比如说 那个佛罗里达 这已经通过 基本上通过就是 中国公民不能买房子 对吧 然后呢 如果实际上 已经有十一个州 在做类似的表决 然后有的已经通过了 那最终如果蔓延到全美国的话 就是中国公民就不能卖房子了 这个这个 他们说是新排华法案 那我觉得就说 这个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说你 首先不是完全是冤枉的 就是说你这个中国人 就是在有的中国公民 就是美国公民是做 出生在中国的 但是在做有所美国的事情 这种这种 这这肯定是有的 对吧 但是这个东西 我不觉得能成为一个 这个主流趋势 要不是说 很多人 很多在中国出生的 变成现在规划成美国公民的人 都在做 违反美国的 这个 伤害美国的事 这个不是 不是形成一个主流趋势 这是底调 就算佛罗里达通过这个法案 通过禁止 它是禁止 中国公民 在在佛州 从事土地交易 从房屋交易 没有经济 这个 就是现在地产商 卖房子给中国人 地产商都要判罪 已经就成这样子了 这个事情 没有办法 那你怎么弄呢 你说根本解决方法 根本解决方法是有的 你这个解决方法 谁都不知道 没有办法 这个解决方法 要么就是美国政府 被这个中俄联盟击败 要么就是中俄联盟 被美欧联盟击败 要么就是中俄 美欧全都败了 非洲统一世界 只有这几个 要么就是没有 没有拿到绿卡 公民的赶快 赶快嫁人 或者什么 结婚 或者什么 或者要么就回到中国去 小说太长 我就说一句话 就是中美关系不好 肯定对在美国的 华人是有很大的 绝对有影响 绝对有影响 这个是没有什么 低估他是 这个持余制央 这个肯定是有影响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在美国的华人 入了美国籍的 美籍华人 对此事 能做的事情 可以很有限 你也只能是 就是这样 就是 就是随于而安 因为你能做的事情 很有限 也很难抗议一下 对吧 也许能抗议一下 抗议也没用 就是另外一回事情 对 你抗议这个事情 现在趋势 你抗议了 并没有阻止 这个趋势蔓延 从一个时候 扩展到十一个时候 你抗议了 一直在抗议 最终也可能 五十个字多有 好 感谢许总 还有郭博士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祝大家晚安 再见 再见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